大家好我是史考特 歡迎收看一分鐘健身教室 在過去三四年裡 我對生活型態做的最大改變 非睡眠莫屬 人都是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要珍惜 第一次體會到睡眠的重要性 是在醫院當實習醫師的時候 實習醫師英文叫做 Intern Doctor 簡稱叫 Intern Doc 是不是聽起來很像實習狗呢 那是因為實習醫師們 真的是累得像條狗 除了朝七晚五上下班以外 每個月還有八個平日值班 以及兩到三個24小時假日值班 平日值班就是大家回家之後 你在醫院繼續上班 上到大家早上七點回來上班 然後你也繼續跟著上班 一直要到隔天的五點才能下班 這兩天一夜總共三十幾個小時的中間 病人的大小事第一個就是找你 從病人睡不著鼻尾管掉了 一直到血壓掉呼吸喘急救 都有 Intern Doctor的份 運氣好的一晚可以睡三四個小時 運氣不好的連續三十四個小時 沒何言也是很常見的 與睡眠充足的學生時代比起來 實習後發現身體不一樣了 只要工作腳步一停下來 我就會開始打瞌睡 除了自己有興趣的健身營養論文 其他需要腦力的事情 我都無法專注超過十分鐘 甚至二十幾歲的我 開始經歷一些不曾出現過的肩膀痛 以及超過三個月的慢性下背痛 在當時我都沒有想到 問題的根源可能是慢性睡眠不足喔 後來熬到了資深住院醫師時期 因為網誌的寫作與閱讀 讓我深深的體會到睡眠的重要性 我才下定決心要來好好整頓自己的睡眠 我在沒有值班的日子 一定睡好睡滿八小時 每天固定時間上床 固定時間起床 即時到了假日 也不會特別晚睡晚起 而且我還換了一張好床墊 在做了這些調整之後 好處是立竿見影的 我早上幾乎都能在鬧鐘想起錢 就自然醒了 起床不再覺得很痛苦很想死 我發現雖然早睡早起了 讓我的總工時縮短 可是我可以在更少的時間內完成更多的事 效率明顯提升許多喔 同時都犧牲我是時間管理大師喔 另外我運動傷害的次數也大為減少 即使不幸閃到腰 也能很快在復健運動的配合之下 恢復無痛的訓練 身體恢復能力明顯變好 睡眠對於健康至關重要 而且佔據我們人生三分之一的時間 所以睡眠的環境一定要用心照顧 才能讓醒著那三分之二的時間 發揮出最大的慘能 除了保持臥室涼爽、黑暗、安靜以外 床墊的選擇也很重要 不管你是習慣測睡或養睡 都應該盡可能維持脊椎重力 這個姿勢對於脊椎的壓力最小 也能讓你睡醒之後 不會落枕、肩膀痛或是腰背痠痛 習慣養睡的朋友 我建議選擇一個軟硬勢中的床墊 至於測睡的朋友 可以選擇稍軟一點的床墊 像我肩膀比較寬 側睡的時候如果床墊不能稍微陷下去 我的肩膀跟脖子就會很不舒服 再來我自己是過敏兒 睡到不理想的床 不僅鼻子會塞住 起床眼睛還會腫起來 因此我在挑選床墊時 一定會選擇一個 比較不會滋生過敏人的材質 而台灣的夏季如此炎熱潮濕 床墊睡起來一定要透氣涼爽 不知道該如何選擇床墊嗎? 我推薦來自德國的美德利床墊 剛才我們提到的挑選床墊幾個重點 涼爽透氣 不易滋生過敏原 維持脊椎中立 美德利都幫消費者想到了 在這款床墊的表面 美德利使用日本i-code順涼布 大家有沒有冬天摸到樓梯扶手 覺得好冰那種感覺 明明金屬也是室溫 為什麼摸起來會特別冰涼呢? 那是因為金屬的傳熱性質好 i-code利用類似的原理 以特殊技術提升布料的傳熱性 快速帶走皮膚表面的熱氣 躺起來特別的涼爽 跟其他床墊就是不一樣 再來美德利用兩個對策來防止過敏原產生 第一,使用杜邦棉 杜邦棉是微米級的超細小孔洞結構 微小到連塵蠻都沒有辦法通過去 我們睡覺時產生的皮脂和汗水 也會在表面就被擋下 不會進到床墊的深層 第二,內在使用比利時進口乳膠 乳膠這個材質有兩種特色 不易滋生黴菌,不易累積濕氣 而塵蠻就是喜歡在發霉潮濕環境中活動 所以才有乳膠床墊抗過敏這個說法 至於睡眠時維持脊椎中力 這個就要看個人的睡眠習慣 像我肩膀寬又喜歡側睡 我床墊就必須要挑軟一點 配合中等高度的枕頭 這樣側睡時呢 肩膀跟脖子才不會累積過多壓力 所以說每個人的體型跟睡姿都不同 床墊一定要親自體驗 睡眠對於健康極為重要 各位如果有睡眠的問題 試過各種方法都不見改善 床墊可能是關鍵所在喔 史考特推薦高品質的德國美德利床墊 歡迎各位來試堂 你絕對會愛上它